好來 最近一直在落後 高雷菜一粒是表達到一百塊 介紹這麼好 農民又開始來抽獎 這若是到年底大小的時候 就還有大白痴囉 農委會要劈面這種的狀況 又來發生 所以上官會開始 推出到定期的制度 要做高雷菜要來定期 如果定期到一定的量 農委會就會發出到超正的 驚喜定好 提起農民也會再做囉 這樣到年底 介紹才不會有辦法 日前風災大後 高雷菜的介紹是一直去 一顆就要超過一百塊 又欠人民抽獎 不過這種的情報到年底 菜價卻要幫忙 農委會八月開始 推出要做高雷菜要定期 也第一次採用 超正的驚喜定好 三百九十萬左右 是採取的定好 三百九十萬九 五百四十萬豬是紅色的 五百四十萬九 六百萬豬是紅色的定好 六百萬豬以上是九色的 目前定期的收容已經來到七百十三萬豬 這是菜用超正已經是定好之後 第一次發出九色 兩個月後 大量產出的時候 怕價格上會處於不理想的狀態 現在全國定期的民主四百五十公斤 這個農業大館 訓練館就佔七色 三百二十一公斤 台幅農會建議 除了辦理定期 也要輔導農民 做其他的十年作文 如果沒有這個菜金菜土 貴出會特當就演 也是農民覺得辛苦 消費者也覺得很困難